我是称医的 但是我还是一个罪人 家人们 大家好 欢迎大家上线 与和睦与其hoffee bread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就是 成不住气的乌龟 成不住气的乌龟 怎么讲到乌龟呢 原来是这样子 有一只乌龟 它快要磕死了 要没水喝 这个时候 针脚头顶上 就有一只大烟飞过 大烟 乌龟呢 就请求大烟 说 大烟大烟 你能否带我 飞到有水的池塘里去啊 大烟见乌龟可怜 就同意了 好吧 大烟呢 大烟呢 就钓着一根的书枝 让乌龟浅坐 这个书枝 但是 灵飞浅 一再奋负 就是乌龟 一会儿 我们飞上天空的时候 当我们飞上天空的时候 你不管遇到什么事情 都不能开口 什么事情都不能开口 乌龟点头大印啊 没事没事可以 结果大烟就带着乌龟 往南飞 那就飞过一片村庄的池塘的时候呢 村庄里的村童啊 小孩子啊 看见天上的乌龟 就哈哈大笑 他们大笑 看啊 那只奔乌龟奔的啊 被大烟抓走了 乌龟听得非常生气 他觉得自己受到极大的 叫乌龟 乌龟就是受到羞虑 他大怒生气 他大烟啊 他就开口讲话 大烟带我去找水喝 不是被抓住 结果呢 话还没讲完 就从空中掉了下来 摔得粉身碎骨 所谓怎么讲呢 一念的怒火啊 生气的火起来的时候啊 出问题了 大烟跟他讲 你不要开口 那就开口 生气嘛 其实从这个小故事里面呢 也可以看到 在我们生活中很多时候 眼见啊只好成功了 这只乌龟快要有水喝了 就往往因为忍受不了 别人的一句话啦 可能怎样啦 就功亏一跪 你可以看到呢 很多时候我们受到别人的羞辱 误辱啊 其实是不值得计较的 如果若无其事的看待 不觉得当一回事 其实是最好的一种的回应 当然这个不简单 不过这提醒了我们 我们要学习的 学习的 受到别人的那种的羞辱 如果不动以色 就是不要生气 那才是理害感召 你看今天我们很容易翻脸的 稍微一句话听不顺耳 一句话怎么样 一个动作怎么样 我们就立刻翻脸 我们翻脸好像翻书一样 翻书 那么的普遍 翻脸好像翻书一样 那么曾经 如果大家有影艺界的新闻 在九十四届奥斯卡金像奖 的颁奖典礼上面 九十四届 发生什么事情呢 当时台上颁奖人 Chris Rock 因为讲了一些 对于Will Smith 那个男性 Will Smith 太太的外表开了一个玩笑 不应该讲的话 就气到Will Smith 真的受不了 就跑到台上去 当中殴打对方 引起华蓝 他就是受不了这种 从Chris Rock来的 那种羞辱 特别是对他太太 这个就当中打人 这个不得了 圣经也经常提醒我们 其中有一节圣经 一两节经文 雅各书一章十九到二十节 很棒 讲什么呢 他说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是你们所知道的 知道什么呢 当你们各人要快快的听 快快的听 慢慢的说 慢慢的动怒 因为人的怒气 并不成就神的义 家人们 你和我 我们 对于自我克制的能力如何呢 就让我们彼此提醒吧 彼此提醒 今天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回再见